987完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华 台股走势真的算很强很强的走势了 今天贵买指数再创了 这个波段的新高 也就突破了 这个上个礼拜创下的高位了 那今天指数收在158.12点 成交量将近有600亿 日K线连三红 今天大涨了1.5%的幅度 但集中交易上这个全资股没有跟上 所以大盘只有涨13点 涨幅0.12% 不过成交量也不错 有1800多亿的量 个股还是有所表现 那今天的指数收在11548点 基本上虽然说没有创高 但是还是站在五日线上 仍然是一个多头的态势了 那我们看到在台币的部分 今天是收升27分 收在29.655 台币还是持续的走高的行情 那另外亚洲股市的部分 今天韩国股市是下跌0.35% 因为南北韩的情况还算是紧张了 那当然我个人认为是在演戏了 那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在日股的部分 因为日元走深 所以日本股市稍微有压力 日经今天是续跌的 今天中场收跌0.45% 跌了刚好100点 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走低 那中央银行今天开会了 这个第二季的礼监事会议的结果出炉了 因为疫情稳定 以及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还有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发挥成效 这个是央行的说法了 以及目前通货膨胀低缓跟通膨预期下降 央行认为是短期现象 所以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所以三大利率包括重贴限率 担保放款隆通利率 以及短期隆通利率 分别维持年息1.125% 以及1.5%跟3.375% 最重要当然还是重贴限率1.125% 这是跟我们一般消费者有关的 另外央行下修了经济成长率 GDP到1.52%的幅度 今天把GDP从上一季度的预估值 1.92% 可以讲说是大幅下修了 下修到1.52% 那在疫情的方面 孟加拉台商团 在新增了一个确诊病例 那今天又有一个新的 就是所谓境外一路的病例 并不是本土 还有就是最近对岸的军机 常常来台湾来逛逛 来观光是吗 这个歼10跟歼11 这个两周内第5度 第5度进入到台湾西南空域 这个是今天空军司令部 所发出来的消息 最近对岸的军机 常常来逛街 那美股周三是收跌的 是四个交易来首跌了 道琼跌了170点 跌幅0.65% 标普跌0.36% 可是科技股还是很强 纳萨克指数是涨0.15% 废半涨0.94% 那因为美国股市涨跌互建的情况 所以也影响到今天雅股 走势也出现了比较分歧的情势了 不过现在目前看到 在美股盘前 小道琼是翻黑了 刚刚是一度是翻红 现在又翻黑 今天走势也蛮震荡的 现在目前是跌了64点 跌幅0.24% 这以小道琼来看 现在目前刚刚一度翻红之后 现在又翻黑 那纳萨克指数 则是小跌了0.05%的幅度 相对科技股还是比 纳指相对还是比道琼来的强 好那台股我们该怎么看 其实今天个股走势也蛮分歧的 有些股票大涨 有些股票则是出现相对比较盘弱的格局 那指数呢 重点是在看贵买 那上市的指数没有什么太大的动 那台积电的除稀秀还不错 我们赶快来请教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 阮慧时飞行师 阮老师你好 朗华好大碗 阮老师今天这个盘的 您观察的重点在哪里 因为今天盘的话指数 真的就像朗华说的 没有什么动静 那么因为成交量的话 也大概维持 跟昨天没有相距很多 那最近这几天都这个成交量 那这个成交量呢 又明显比6月11号的内根大量要低很多 那所以的话呢 缺口虽然是已经先补了 今天补掉了 对今天补掉了 但是内根黑K还是有一个一定的压力 因为量的办法 没有办法放出来往上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用时间去扩底 所以的话呢 短期上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相形的整理 那下档月线会有支撑 但是上档红K的高点 大概短期也不容易过 所以的话 资金就在OTC上面 今天OTC是开高走高 所以今天OTC你看量能就完全不一样 今天OTC的量能就是 连续几天都在增量之中 那所以OTC是过了前面的高点 我已经把那个黑K给划减掉了 OTC贵买很强很强 贵买非常非常强 那贵买强的原因就是因为升级很强 所以上档升级指数 那么昨天就已经把高点给洗过去了 那今天是再拉出一个红K 所以贵买升级指数是连拉4根红K 而且这两天的量有很明显的资金是往这边在集中 所以的话呢 那么因为这一方面来说因为电子没有很整齐 就是说个股的话也就是有强有弱 那有些有数字的比较强 那再来像今天的话 因为金电他们今天暂停交易 金电罗达确定合并了吗 是啊 然后下市 他们就用个控股公司 把两个换过去这样子 那所以的话今天相关的股票 你看像惠特阿代表哥 这就是相关的股票 所以今天的话就市场资金 就会先往这边去卡位这个利多 所以今天惠特也好 或是台表哥也好 他们的除了外资 除了投信有买之外 那再也有一些短线的外资进去 所以的话呢 这种我觉得大部分他们会有一些短线的操作 所以明天如果半根以上的话 应该短线上可能就先不要追高 我觉得这种现在市场派的做法 常常有时候会用消息面来做一些短线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在生计这边 那生计跟防疫的话 还是目前的主流 那一方面 一方面因为疫情现在也还在扩大 然后需求现在看起来 第三季能见度大家都还蛮高的 那其他生计的话 也都有一些好消息 所以的话呢 生计防疫这边先来看看 高价的和领头的股票 那像4171 瑞基今天的创新高 那瑞基的话呢 当然今天到435块了 所以的话 你看这段时间从200出头的时候 跟大家说到现在 这样已经一倍了 那当然话不是说叫大家现在去追 而是说回过来看看 为什么这类型的股票 它们就会往上面频频创新高 不过我觉得月经基期比较高了啦 所以短线上 你说要马上连续喷出 应该可能也不会 所以大概就是以慢慢走的方式 那甚至有可能再整理一下 因为这个核酸检测 还是现在的主流的技术 因为现在核酸检测嘛 抗体快塞嘛 那还有一个蛋白的检测嘛 那么全世界在用的几乎都是核酸检测为主 然后所以在检测来说 核酸检测应该会占掉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需求 所以这的话核酸检测当然瑞基 因为它最早开始放量的 然后最早开始出货的 所以它的营收的话呢 后面的话也会持续成长 不过产能扩出来的时候会成长更大 那不过基确也比较高 但是你看核酸检测这一块的话 这个接下来的话 你看这涨势就一直在扩大 对不对 像这个ABC 6598ABC 那过了EUA 过了这个EUA以后就连续涨停了 对不对 这是今天是跳空涨停 昨天也是跳空涨停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 现在EUA以及送件 然后再等 等后面讯息的就是 除了417的瑞基 那再来还有6547的高端 这个也是已经送件 那再来还有就是417的 这是新贵的补生 那到现在来看的话呢 不过今天这样子到 因为ABC今天到177块嘛 而且一价到底 它今天中场还所为3000多张 那177块如果看起来的话 那么补生因为今天179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我觉得补生可能比较有爆发力 怎么说呢 因为补生 其实这个是很老牌的防疫队 防疫国家队 因为它在2003年SARS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我们防疫国家队了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台湾很老牌的 这种四季的公司 然后我记得它那时候是2000 就是三月的时候 就已经把那个PCR的四季开发完了 然后到4月下旬的时候 是拿到欧盟认证嘛 然后5月底的时候 拿到印度的认证嘛 那最近的话墨西哥好像也认证了 然后美国 我刚才说EUA在申请中嘛 那加拿大澳洲南非 这些都在申请之中 那为什么我觉得它两个比较起来 如果现在ABC走到这个价的话 那比较起来我觉得 普森会比较爆发力一点 因为看产能嘛 产能的话 那普森的话 因为它是老牌厂商 所以它手上有80万剂的产能 那80万剂产能 而且应该都折旧完了 所以的话 它这个正式开始出货的话 就完全不需要做这个折旧 但是你看它营收 它的营收在4月份的时候是1100万 5月份的时候跳到3600万 那这级就是它的四季已经开始出货了 然后那它出货的话 但是这样是只有出几万剂而已 但是它的全满产能可以到80万剂 所以的话 6月份的营收 应该有机会再翻倍成长 那如果说 以它80万剂产能 如果全满的话 那么这样会到 1亿8 1亿9的营收 这个营收 潜在的成长空间就非常大 那当然的话 我刚刚讲说 因为它本来就是老牌的 老牌的防疫国家队 只是说因为它的新贵 所以大家比较不晓得 那80万剂的产能 而且是GMP的产能 因为它有GMP的认证 所以的话 我觉得如果以获利来算的话 因为它折旧体完了 那应该可以抓个六七成的毛利率 然后这样子 而且它们自动化其实蛮高的 所以的话 其实也不需要增加什么能力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EPS的话 成长的力道 其实会比APC要高非常多 而且它们这种80万剂 都是一般的产能 所谓一般产能就是说 如果后面订单供不应求的时候 它可以直接扩到两半剂 扩到两半剂 就会变成160万剂 所以的话呢 如果它们两间价钱差不多 都是一七级的话 那我觉得普生这个就严重低估 因为营收的话 大概还可以再翻一倍 就六月啦 那其第三季 有可能就会有机会接近满载 那满载的话 一亿多的营收是非常高的营收 所以的话数字爆发力 我觉得会更大一点 不过这块的话 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多了解一点 因为这块的话呢 现在来看 检测的需求还是一直在上升 因为美国上次我们说 它初期的时候 是一天大概检测15万人嘛 那现在到六月 最近的话大概 一天检测量到50万人左右 然后 那不过如果说要维持 现在的这种 这种不封闭的状态啊 那么预计应该要 每日检测量可能要到150万人 那这检测量很大哦 然后那印度不是13亿人吗 那印度现在检测量 其实一天才检测十几万人呢 是 对这个如果要到 能够就是说 让它能够慢慢解封的情况下 那这种话 可能要到接近200万人哦 所以他们潜在的市场其实都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这块里面的话 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留意 因为你用时间去推嘛 他们时间 因为TTC送件的时间来推估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普升跟高端 这应该是比较早送 然后那再来的话锐基 锐基应该是三个 三个礼拜前送的吧 所以的话 这后面的话都会有好消息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 其实这个区块里面 这个市场上级是真的还蛮大的 所以的话呢 再往下面看的话 生计防疫股票 这一块里面 确实很活泼 今天到合一还在涨停 中间也继续涨停 然后我们昨天讲的那个 也是相关的这个 第三米拉的那个 也是一样 今天有四档嘛 四档相关的三档 另外一个大档 所以生计这边的话 现在就是人气的地方 因为他们的梦也比较大一点 那当然的话 这些有些已经上来的话 那我觉得操作 有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整理过的股票 比方说像是恒纳 恒纳其实就整理了一段时间 那恒纳 如果要以后面的 营收跟数字来看的话 那么这个价位 其实说起来也不算贵 应该算有点低估 因为五月的获利 应该会蛮高的 因为四月就一块六嘛 那五月获利应该 股票应该是超过两块五以上 然后六月数字还会更高 那当然技术面上 因为他之前有创新高 然后整理了一下 那现在的话 量开始慢慢放出来 那么KT现在该在往上勾 所以像这样整理过的话 反而就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不只是这个 包括像是陈德 那陈德因为还在分盘交易 那今天应该是第七天的分盘交易吧 那么等于是说 后面大概还有三天左右 到下礼拜三解禁 所以分盘交易 之前有讲过 在前面的时候它会震荡 然后再来到快接近解禁 它就会慢慢往上面垫高 但是陈德 因为他现在是控股公司 那他旗下真的是很多家 那旗下这么多家里面 有很多在国外已经挂牌 然后的话 就像是他另外一个 就是现在授权 可能要授权给这个美 授权的那个 给艾伯维的那个 北京的加拉科斯 那个授权金额的话 现在市场是看6到8亿美金 那等于是180到200亿美金 其实这数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刷新合一的数字 那当然它持股比例 它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的话 你又不能算得这么大 不过 因为它还有其他很多的控股公司 那也很多人在挂牌 那如果用那些 已经在挂牌的控股公司 继续算它的市值 算一算可能就300多亿了 不过它现在股价 也就300多亿 也就是说 那个没有挂牌的 都还没算进去 所以用这样来看的话 因为新耀股价都轮流 在往上 往上喷出了 那成德的话 现在是分卖交易第七天 所以的话 大概慢慢接近 几年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你看它的量 也开始慢慢的起来了 然后KD也开始 往上面要准备要交叉了 所以这是技术面上面 因为生计操作 它题材的话 题材蛮多的 但是题材多 大家有时候 也可以配合一下技术面 因为毕竟不会同一时间 大家全部都大涨 那就是有前有后 所以有一些涨得很高 你不一定要去追 但是整理完的 或者是有修正过的 有题材的 就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的话 我觉得生计苦 还是现在的主流 那苦心也活泼 然后再加上 有量有价也比较好操作 所以大家还没有跟上来的话 就应该跟上来操作 应该还不错 因为你看 高端不是今天有创新高 对不对 高端今天是 126.5创新高 然后我们这还第二次操作了 对不对 因为第一次在5月22号的时候 那时候是连续三天 是快要三根涨停 因为他那天开牌 开在平盘附近而已 然后第二天 那天收牌的时候涨停 然后第二天就跳空往上 然后又一根涨停 然后第三天 那天涨到其实涨到了9% 然后连涨三天 就又先出了一趟 那出的话 其实还是很看好 只是说短线的话 一定要拉回整理一下 对不对 就拉回整理之后 到月线这边 那到月线这边关钱 上去之后 又拉回一次 第二次再碰月线 整理完上去 所以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五那天早上那时候 只数跌了买七八糟的 因为那天刚好就是 大盘一个跳空缺口 往下的时候 对 那那天早上买回来 下四人的行情 下四人的行情 但是呢 你标普准备好 那天就很好的买点 所以那一天你看 早上的时候 它才9394附近 其实最低有到929 但是呢 比较合理一点买的价位 都是9394这边 然后 其实礼拜五的时候呢 就涨了8%多 然后呢 接下来到礼拜一的时候 它已经要创新高了 那礼拜二的时候 小跌一块钱 那昨天涨停板 那今天的话呢 到126.5 其实盘中是差一点涨停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去追他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生计 很多人想要赚 不知道怎么做的 那你看这样子 两次的操作 一次快要三根涨停 另外一次 从9394到今天 其实也快要30块钱了 所以的话呢 我再说 大家就赶快跟上来 还有包括 我觉得我们生计的操作 最近还真的一档接一档 就是不要讲那个 很久以前那个瑞基 那个已经是一倍以上的获利了 但是呢其他你看最近的股票 那包括高端也好 然后包括GIA GIA也是礼拜五早上买的 那礼拜五早上 指数大跌的时候下去买的 结果买了之后礼拜五涨停 礼拜一也涨停 礼拜二也是一家到底 那昨天呢 我昨天有说那是加码点嘛 昨天打开的时候呢 又是一个不错的加码点 那昨天说盘就会涨停 那今天的话呢 又继续创新高 那盘中也是差点涨停 所以你看这四天下来的话 从礼拜五那个时候 才六十几块钱 到现在已经九指头了 短线就是几乎每天都大涨 所以我才说 大家想要做的话 还是赶快跟上来 因为我们生计上面 确实是一档一档都准备好了 所以大家还没跟上来的 就赶快跟上来 那当然因为 有些朋友没有跟上来的 那我们 因为已经连续好几档 都是这样赚很多了 所以的话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呢 也会分享给大家 就分享这个 因为赚很多就好像你打牌赢的时候 要稍微分红一下 是 类似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分红的红包 OK 那分红的红包呢 最主要就带大家来赚后面的标股了 所以呢 前面大家瑞基这一大波没有赚的 那或者是前面展望 其实展望我们也赚蛮多的 然后展望没有赚到的 或是高端两次没有赚到的 或是基亚 还算不够的 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30个红包 那30个红包呢 就带大家来赚标股 所以大家等一下的话 就记得赶快来把握了 好 那等一下广告今天会有这个 扣印的电话 大家可以注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法人在上柜 今天买什么 外资跟投信 外资 因为现在目前的焦点在柜买 我们看到外资今天在上柜买 第一名是元太 另外买 稳帽 光环 全新 广名 红结科 橘子 大江展望跟星象 那投信在上柜买超呢 网龙 景德 稳帽 志冠 光环 瑞姬 玉太 南光 幽群 跟桂蒙 那第11名是星象 所以你可以发现 法人 不管投信跟外资 都开始在布局一些游戏股 毕竟 暑假好像忘记快到了 所以说相关的 各位也可以注意 像星象今天也是拉出了 第一根掌停板 非常强势 当然 有基本面的股票 我相信有财务数字拿了出来的股票 它一定后面股价不会寂寞的 所以一些好的生计防疫类股 拿出基本面 拿出财务数字的话 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大家可以注意 非常谢谢阮慧之分一时 我们在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7文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娃 外资今天虽然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 在集中交易产买超 但是买超金额有变小的情况 今天买超22.53亿 三大法人合计在集中交易产是买超31.2亿 另外在期货市场部分 外资大台 今天在昨天转仓之后 正式进入到新期约之后 是买超1401口 进多单的流仓部位32915口 小台则是买超533口 小台的进多单流仓是5224口 那今天亚洲股市 这个日韩都是小跌作收了 但大陆股市是全面小涨 上阵涨0.12% 深层涨0.15% 另外创业板则是小涨了 0.09%的幅度 香港恒生指数今天小跌16点 微幅的收跌 跌幅是0.07%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波动 都明显的变小的情况了 那美国现在目前的疫情 有六个州 病例是有上升 再加上北京已经扩大 出行的限制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 全世界的新冠疫情 似乎又有比较厉害的趋势了 那另外油价在最新一个交易 创下近一周最大的单日跌幅 美元指数则是持平了 美债殖利率下滑 美股是能源金融领跌 另外油轮股 贩店股跟航空股也都下跌 联准会主委包二是说 联准会将从买债 买ETF就是债券 以买ETF转为买公司债 买公司债 支持这样做法是支持流动性 跟市场的运作了 那到底包二这两天在国会听证 到底讲什么 等一下我们来谈 那同时中美两国正在进行高层级的会商 那美国的贸易 美国的白宫的贸易顾问 莱特海泽是说 美中贸易协议现在正在步入正轨 所以看起来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最近是有和缓的迹象 那是这样子吗 我赶快来请教 富然克林投顾了梁佩玲协理 佩玲你好 孟华龟听众朋友大家好 佩玲先从美中来谈好不好 现在目前两国正在进行高级别的协商 对不对 是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期货盘 盘中本来就是在今天亚洲盘的时候 本来是一度下跌的 后来有翻红 那当然目前又回到平盘之下 但部分原因还是受到了 就是刚刚穆华提到的 目前就是包括了 蓬佩奥跟杨洁篪 目前在闭门协商 那当然其实他们谈到的 最后发表出来的一个说法 看到彭博的一个新闻 还是提到说 美国还是重申 就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呢 是希望能够持续的有透明 那还是强调就是不论在华为啦 什么这相关 还有在贸易协议的部分 还是会希望能够以 就是双方有机会合作 然后还是强调是以美国的一个利益为优先 那因为先前其实 美国对于华为的一个禁令呢 之前是一度比较严格 那后续又说 其实允许美国的 就是商务部 允许美国的企业 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是可以跟华为进行 这个标准的一个设定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美中的一个双方的一个情势 其实就是在又一下紧一下松 这样子的一个双方面的一个拉扯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维持 我们先前的一个论调 就是在美国的一个 11月的选举之前 我们觉得因为目前 其实双方都面临到 疫情的一个考验 跟经济的一个冲击 所以其实对于像是贸易协议这部分 毕竟是被川普总统视为 他很重要的一个政绩 所以我们觉得双方在这部分 还是会希望能够保有 一定的一个弹性 让在中国的部分 希望透过增加 像是采购一些农产品 然后遵守贸易协议的一个内容 然后让美国的政府 能够对国内的选民交代 那至于双方在科技战的角力上 当然还是会持续下去 甚至在金融战 可是我们觉得就是在 比较偏向于就是个别的一个领域 然后你来我往这样子 并不会完全进入到 所谓的一个撕破脸的一个情况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 其实消息面的部分 对于整个金融市场 还是会不定时的去牵动市场的一个信心 跟增添市场的波动 不过就整体的一个大方向跟气氛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处在一个双方 你来我往 但是不会说完全进入到非常极端 或者是悲观的一个气氛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在打中国牌 他也不会想说把这张牌给打烂掉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拜登其实向来过去也是被视为说 跟中国的关系其实不错 虽然说拜登其实在国内对于中国的一个态度上 基本上还是也是蛮强 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 基本上以目前的一个态度都是这样子 但是为了选举考量 我觉得多少或许还是会有一些就是选举语言在 但是对于真的回到实质的一个经济面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大家都不希望完全撕破脸了 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 最近其实像是欧盟啦 或者是其他跟美国友好的一个国家 其实他们跟中国的一个态度 尤其像欧盟最近的态度其实也蛮积极的 他希望能够避免就是像重道那时候 金融海啸那时候 中国的企业趁着那时候欧洲股市很便宜的时候 大举去做并购 所以欧盟希望针对这一块来进行限制 但是他们又不希望完全去跟随着美国 进行完全反对中国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所以我觉得其实未来的一个世界就是 各国都会寻找他们自己的一个 有以各自的一个国家利益为优先 然后寻找在双方美国跟中国两国角力之下 寻找自己有利的一个空间 跟寻找他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 因为杨洁篪跟蓬佩奥谈应该都谈两国外交方面 应该比较不会涉及到财经议题吗 比较不会那这次也很特别是 其实不是贸易代表在谈 反而是这个外交的一个 那个比较偏向外交的一个层级的一个官员在谈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可能在贸易协议这部分 其实应该不会深入的琢磨太多了 还是比较偏向最近像是不论是香港的议题 甚至像是最近北朝鲜这部分的一个议题 可能会多做一些交换这样子 好那您刚刚讲说华为后续的情况 到底会如何演变呢 如果就华为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们觉得在5G的一个发展上 因为华为目前的一个领先地位 真的其实还是蛮难以撼动的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美国政府上 他当然也不希望完全去失去这一个舞台 所以我觉得他在某方面程度上会希望让美国 因为毕竟其实如果你就专利的一个排行来看的话 几乎真的没有前几名都完全没有美国的一个企业 那有部分的欧洲企业入榜 可是其实如果就他的价格跟他的性能比较的话 其实还是以中国的 尤其是华为的一个CP值是相对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其实美国会在某种程度上 是希望让美国企业能够部分的参与 但是对于一些可能关键的一个技术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半导体这部分 我觉得美国这部分目前的一个规定 还是完全没有去松动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在科技战的领域上呢 应该还是会采取比较严格的部分 只是在小部分小领域的一个部分会稍微有一些放宽 甚至就像过去一两年采取的情况就是 它大方向不变 但是我可能透过一些临时许可证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放宽 让美国企业争取一些可以迎头赶上的一个空间跟时间 好 所以这个花卫的事情可能还 还有个谈 应该是个慢慢长路 慢慢长路 对 好 那美中两国至少没有剑拔弩张嘛 是 以目前的气氛来看 对 那这个大陆的经济 为什么一直要到台湾的西南沿海呢 这个政务华应该比我厉害 其实最近中国跟印度这方面的一个 我觉得还也是要观察 打不起来的啦 对 可是他们双方 就是他不会演变成一个很大规模 可是我觉得局部的冲突还是要有 还是可能会有 那其实现在是金融市场真的完全都没有在反映 相关地缘政治的一个利空或风险 那我觉得当然金融市场有它背后包括资金面的行情 那可能现在大家更关注的还是在于 未来疫情的发展 是不是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一个经济复苏的一个步调 那疫情现在整个状况呢 美国看起来好像有几个州状况不是很好 其实如果以目前全球的一个确诊病例 已经超过836万人 然后死亡人数其实也将近45万人 以美国来看的话 其实全国的数字 不论是确诊病例或者是死亡人数 就每天的一个新增的一个状况 全国来看的话 其实控制的还算不错 但是就像木华提到了 像是亚利桑那州 佛罗里达州 甚至在加州纽约州 不论是它的住院人数 或者是新增的病例 的确都是有增加 那如果就时间点来推估的话 其实很有可能就是 5月底 5月29那时候是战事阵亡纪念日 也是正好是佛罗里的事件造成的 引发了很大规模的一个美国全国的示威 所以那时候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示威集会 造成就是大规模的示威的一个集会之后 那可能大家推估有可能是那个时间点造成的一个疫情扩散 那因为算到现在大概就差不多14天之内 所以未来几天就会变成非常的关键 如果说未来几天这个新增确诊的人数 没有在急速的一个攀升的话 至少可以显示那时候的一个造成 这样子的现在疫情增加的一个情况 或许可以开始获得控制 那如果没有办法获得控制的话 还是要留意是不是各国 尤其各州各州的一个政府 是不是会对于原本要进一步放松 它的一个防疫禁令呢 可能又会这个进度又会往后延 那因为其实我们认为说 我们目前的一个基本情境 并不认为说全国全世界包括了像中国 它会完全进行就像之前四月份那时候 完全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封闭 因为全球经济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种 每两个月就关闭一次 也不可能关闭的 对对对对 可是对于一些防疫的禁令 有可能又会开始比较趋紧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会影响到民众上街购物的一个信心 甚至是外出的一个信心 这样子的话对于整个经济复苏的力道 还是有可能造成些微的一个影响 这部分我觉得是在未来几个礼拜 投资人要持续观察的一个部分 好 那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到底如何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现在访问是富然克林 资深协理量佩玲 佩玲好像这次的新发地的 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疫情 看起来北京蛮紧张的 对如果就6月11号爆发以来 大概截至到目前为止 新增的病例已经大概超过150例 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 北京城它除了取消 就是上迁的一个航班之外 其实学校的部分也是停课 然后很多的小区基本上也是要求 要严格封闭式的一个管理 好像禁止北京人出场 对对对外出 因为它避免能够扩散到其他的省份 那以目前他们的卫生官员 是自己认为说可能这个疫情 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这部分其实对中国来说 真的好不容易是先前最早走出疫情的国家 这部分其实可能未来几天 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 那其他的地区倒也还好 不过对于中国股市 目前看起来影响程度是不大的 那这部分我觉得应该还是在于 就是怎么样 因为毕竟各国政府都有前一次的一个防疫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如果能够透过一些赶快关闭 然后这样的一个政策 马上把它控制住的话 我觉得对于经济的影响 应该是有机会逐渐的一个降低 在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 好像疫情现在全世界股市都已经防疫了 你说应该就已经免疫了 我不能讲免疫 我讲说可能是现在暂时有防疫的机制吧 我觉得 哪一天暴跌就是破功啊 很重要 其实前几天 应该是说过去一个礼拜 美国股市在盘中的震荡幅度有加大 有几天就是因为就是疫情的一个关系 那这部分我觉得 但以目前市场的气氛来看的话 一来也是认为说 因为最近公布出来 不论像美国的五月零售销售数字 其实都还不错 但我觉得一来是反映四月份的激起真的很低 所以五月份出现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V型 甚至暴富性的一个增加 我觉得是可预期之事 那现在大家要关注的就是 就像联准会说的 美国的经济其实经历三个阶段 一个是封关闭期 第二个是反弹期 第三个就是稳定期 那稳定的一个状态 以目前联准会自己的预估是认为 这个稳定的一个增长速度 可能会比疫情前的增长速度 是来的慢很多 所以美国经济要完全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可能要好几年了 这部分那我们认为以目前金融市场反映的是比较偏向于第二阶段 就是经济可能一路就是一直这样V型的一个复苏上去 所以我觉得这当中或未来几个月 还是有可能市场会需要出现一些技术面的修正整理 那以最近的一个情况也看得出来 股市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比较偏向震荡整理盘的一个情况 这当中当然涨多了 第二个还是会观察疫情跟接下来的一个经济数据 以及第三个就是在七月份要陆续登场的一个财报 那因为目前预估像是第二季的一个财报获利是衰退43% 这很糟的数字 但是目前其实大家都几乎都没有去预估第三季的获利会有多少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等的是到底下半年的企业获利预估 如果能够出现比较稳定而且强劲的增长的话 可能才有助于让全球股市突破目前的整理格局 那否则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可能出现5到10%之内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修正 所以就投资人来看的话 这部分可能还是要适度保留一些风险意识 因为真的毕竟短线上涨幅也比较大 在这部分做一个震荡整理之后 会等待消息一面来做寻找进一步的一个方向 问题是联准会就不让他抵啊 联准会就扮演这个天神的角色啊 对应该是说联准会这一次真的是很大的一个 就是在就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不过我觉得其实就像孟华一开始提到的 就是他说他要开始买个别的一个公司债的部分 其实这两天鲍尔在他的一个听证会当中 他有特别去淡化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因为老实说其实他买 怕市场过度预期啦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市场也都知道他的用心啊 其实他喊话 嘴巴讲讲啊 对于市场的激励效果就很大了 他并不一定真的要买很多啦 其实以目前为止 他也没有真的买很多的企业债 没有多少吧 好像才几十亿而已 对对对对 但是就企业债的利差就已经收敛的非常的多 就价格涨了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当然连准会是扮演一个很大的一个 旧式的角色 但是还是要提醒的是 其实降货币政策的一个宽松 其实他对金融市场的刺激效果或多或少 久了还是会有一些顿化啦 那除了说资金非常丰沛 持续的一个印钞撒钱之外 真的如果当资产的一个价格涨到一个 接近大家认为有可能偏向泡沫的一个环境的话 还是有可能出现比较剧烈的一个震荡 这可能就不一定是联准会真的完全能够拯救的了的一个 真的市场的一个状况 可是你看美股就是不想跌 这当中对的那我觉得 尤其是尖亚股亚马逊涨到两千六 然后特斯拉涨到一千块 然后你看到脸书 脸书谷歌微软苹果的股价就没有要回头的味道啊 最近尤其最近因为大家又开始担心 有点担心疫情 所以资金又从先前又反而又转向了尖亚股 卖掉了它又继续涨 也不知道该不该追回来 那我觉得基本上其实不论疫情未来怎么发展 就是到后疫情时代 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在追踪整个经济复苏的一个情况 过去都只能看就是美国公布出来的一个经济数据怎么样 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透过一些像Google的mobility 相关的一个即时性的一个数据 大数据来观察就是目前的一个经济复苏的一个情况 这也凸显出其实科技的应用 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觉得这也是凸显出 其实为什么这些尖亚股它的股价一直持续的非常强势的一个原因 那以目前来看 那这个跟你讲的这个那个Google的mobility有什么关系 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尖亚股 为什么它股价一直会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 最主要就是其实我们在疫情发生的一个期间 其实大家的远距工作就是或者是居家工作 其实就会用到很多像视讯软体 那现在即便经济解封之后 我们还是会用到这些相关的一个科技产品的一个部分 来追踪现在的一个经济活动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在疫情之后 其实像我们的今年也是持续看到 像是有一些先前可能没有这么积极在做数位转型 也发现经过这一次疫情 它真的不得不做了 所以就数位转型在未来几年都会是持续的一个投资增长 就是在企业资本支出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这部分我觉得就会持续造就这些尖亚股或大型的科技股上涨的一个动能 那当然我不是说它的股价会一路的就是一飞冲天那样子 其实涨多了多少还是会有一些震荡整理或休息 不过就长线的趋势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的一个长线的一个主轴还是没有改变 那其实我们过去有算过 在金融海啸过后 当你科技股即便创新高之后 我隔月开始进场定期定额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长线的一个主流 所以基本上我即便隔月开始定期定额 我时间拉长一年甚至两年 其实我都还可以获得一至两成左右的一个报酬率 所以其实投资人也不用说担心现在真的就追高 如果你真的不敢去单笔买的话 可以透过还是可以透过定期定额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介入 那最后大概还有一分多钟两分钟时间 你帮我们最后做一个投资的建议好不好 就是说现在目前股债投入的市场各方面 如果是以基金来讲的话我们该怎么 目前的一个在股债的一个配置上 大概股五债五 那债的部分我们优先看还是比较偏向 有联准会政策支持 然后波动度比较低的像是美国政府债 或者是像是伊斯兰债这种 它是跟全世界比较没有太大关系 比较偏向于就是一个它自己独立的一个市场 那它主要是以美元计价的一个投资等级债为主 那这部分我觉得这两块是投资人可以多加留意的配置 那在股票的部分我们优先看好的 还是以双计就是科技生技医疗 那可以留意搭配的是商品题材当中的黄金 跟天然资源 那主要也是在于看好就是央行的一个印钞之下 对黄金是相对有利 那这当中我们建议投资可能还是要比较留意的风险 还是在高收益债 因为高收益债最近的利差收敛的很快 那大家最近可以看到很多的企业开始有一些裁员 这部分的一个消息 这部分其实对于一些体质比较差的企业 其实未来还是会有降频或者是违约的风险 这部分可能是在下半年投资人还是要留意或避开的一个部分 就高收益债的比重要稍微减一点 对对对 不是说他可能不会出现二三月份的一个系统性风险 但是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降噪的 好 谢谢梁佩玲